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m是實數 那這個方程式沒有10根 它要求m的範圍 我們看 這個的話把它看成是一個函數 fx 等於3x40 減4mx30 加1 這是一個函數 如果它等於0 那代表這個函數 跟x的焦點 那現在這個函數有4次 我們知道說 這個一次函數的話 是一條直線 那兩次是拋線 三次的話是這個樣子 四次的話是這個樣子 所以一般而言的話 4次碰成4的話 4次函數 它是這種W形狀 然後呢 你給它歸分以後 就是求切尖協力的話 它有三個地方 切尖協力會等於一般而言 當然它也有可能 重根 重根的話就是說 可能是這兩個合在一起 或這兩個合在一起 都有可能 好 那現在的話 他說沒有十根 那沒有十根 代表整個函數圖形 要在x軸的上方 在x軸的上方 這樣子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只要把 什麼呢 把最低點 把它求出來 讓最低點 是在x的上方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求出m的快位 好 那我現在的話 求那個最低點的位置 最低點的地方就是說 切線協力等於0 當然這個也等於0 所以你要做比較 好 那我現在的話 就給它微分 好 微分 好 微分 要來這個等於都3 這個微分的話 4掉下來 4,3,12 12,x,4 3,4 3掉下來 3,4,12 m,x,0 長數微分等於0 這個呢 要等於0 求切線協力等於0 那現在12可以抽算 12 x-0 都抽出來 x-12 等於0 所以的話 它有什麼呢 它這裡重根 重根的話 也就是說 它突起的話 應該是像這個樣子 本來在這裡的話 它本來是 要翹起來 往這裡要翹起來 那這裡要掉下來 結果這兩點的話 就合併在這裡 合併在這裡的話 就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的話 就是說 它本來的話 想翹下來 結果很快的話 就被壓下去了 所以這裡是瞬間打平 就變成這個樣子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所以什麼 所以這個最低點 就是在這個位置 最低點的話 就是在x等於12的地方 x等於12的地方 x等於12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把 子帶進去 因為帶進去以後 函數值的話 要大於 因為這是最低點 那這裡的話 都大於0的話 那整個什麼呢 整個函數都大於 那它跟什麼 跟x軸就沒有交點 也就是說 你f號 你給它帶多少呢 沒有 講錯了 12抽出去了 12抽出去了的話 這個剩下1而已 也就是說這是1啦 這12x平方已經抽出去了 所以剩下x 這裡剩下多少 剩下m 這12x平方抽出去了 剩下m 也就是說 這個是x等於m x等於m的時候 它有最低點 最小值 所以你把m帶進去 要大於0 那你就解這個不等4 就一色微分 對不對 沒有一次微分 沒有一次微分 就整個函數值 你把m帶進去的話 整個函數要大於0 所以等於是要解這個不等4 那你解這個不等4的話 我就把m帶進去 這個等於多少 3m的4之方 減4m 乘以m的3之方加1 這要大於0 這4之方 3-1的話 3-4-1 這是- -m 4之方加1 它是大於1 也就是m四之方 減1 小2 這可以音時分解 M平方加1 那乘以m平方-1,m平方-1就是m-1 那乘以多少?m加1 那因為這個很大零,所以兩邊也約掉 約掉的就是m-1乘以m加1小零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就把它零點找出來 m等於負一的時候代音器等於0 m等於1的時候代音器等於0 好,那我m如果代這裡的話,它就大一點 當我m大一的話,這正的 m介於負一跟一之間的話 這個值的話,它會小零 正負正 那因為它要小零,所以是取這個範圍 所以我就想到它的解 m小一,大一負一 所以它換位就在這裡 好,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B 好,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B 所以才會停止 我們去下輔的 je諒 好,再去下輔